柯文哲今天早上的这个宣布呢 他其实就是用意何在 回绝了就是回绝了这个国民党的 那个日本式跟德国式嘛 他还是强调的就是要用民调来 选出一个最强的这个候选人 而且呢他他在这边呢 视化占七成手机占三成 虽然说到后来那个手机的部分 还有再加成 但是他的这个目的就是说 你们都说我坚持这个要 什么手机全手机民调 我没有方法可以变啊 而且呢他的用意何在 就是像刚才这个赵先生在问的 第一个就是他希望用全民调 来解来处理说到底柯正 还是到底是谁 柯文哲和这个侯友宜 到底谁谁是正谁是傅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我刚好今天中午呢 就访问了 非电午餐就访问了柯文哲的 办公室主任周渝修啊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比 为什么是单独的比 而不是组合的比 他说这都可以谈 他说这都是可以谈 那个重点就在于是 他们认为还是要用民调的方式 来全民调的方式来做决定 比例如何都要用这个方式来决定 那我想说这个国民党呢 到后来的这个回应呢 再再说啊你这个方法 为什么不是搭党的事的组合 然后你这个也有偏差 也有什么的这东西我觉得都没有正 都没有正式的回到这个问题的核心 就是第一个到底到底这个国民党要不要配啦 要不要要不要促成这个蓝白和 然后你到底要不要接受全民调的这个方法 其实只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好了 就是说如果呢国民党觉得说 我今天呢无论如何 我都还是认为蓝白要合蓝白要配 那如果蓝白要合蓝白要配的话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在把握最后的时间点上面 就说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 那因为现在这个柯文哲呢 已经提出来了他就是要用全民调 那如果说国民党不能不接受 用全民调的方式的话 其实今天就可以宣布就说蓝白配不成了 我觉得就不需要再拖了 好吧我听你回答 然后国民党就要对这个呢 做出他的决定了嘛 我听你回答国民党的 虽然我不是跟国民党高层无关 但我可以猜他们的想法 第一个国民党的想法蓝白要配 第二个侯尔宇只能做正不能做负 对啊 就是这样配不成啊 那配不成要看柯文哲一念之间嘛 国民党为什么这样想很简单 国民党虽然党产都被人家搞掉了 但他现在 他还是有很多的政治实力啊 十四个县市长 现在有三十八个立委 现在提名了六十几个 将来可能这次会当选多一点 也许当选四十几个五十几个 对不对 然后有三百七八十个县市员 你去讲他的实力在这个地方嘛 你譬如说像上个礼拜六对不对 在市政府前面办一个这个大的造势 对不对 你今天民众能办得了吗 办不了为什么 因为市长是讲万安嘛 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嘛 县市长那时候陈菊当市长的时候 红山军要到高雄 活动都不给你进高雄啊 你连进去都进不去 还是失明得办啦 县市长怎么你也知道县市长怎么没有 你也做过县市首长县市长怎么没有力量 影响力大啦 所以国民党是想说 就算不合啦 我就算总统选输了 我还是第二大党 我还是十四个县市长那里 我还有五六四个立委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你民众党如果选输了 这是没有选 就是没有合 你现在五个不分区对不对 你变八个嘛 变十个不做了吧 你四年以后就泡沫了 你什么都没有啦 你每天光想那个三党不过半 第二个三党是不是一定不过半 你也不知道 就算不过半又怎样呢 对不对 行政权抓到手上 哎呀哪有那么 哪有那么那么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对行政权呢 有行政权最重要 所以对对民众来讲 如果他愿意去做副总统 虽然柯文哲认为 这是给他把他当乞丐 我不认为啦 我德国绿党联合政府 就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兼环保部长啊 不是兼啦 急啦副总理 急外交部长 急这个环保部长 那你有副总统 可能行政院副委员长也给你 然后呢多少个部会首长 你民主党立刻就大起来了 立刻就培养人才就出来了 四年以后很难讲会怎样啊 你柯文哲四年搞不好 再出来选总统也不一定啊 那如果你不这样做 不这样就变成说一拍两战 大家各去搞各的 那国民党现在心里想 那就算了嘛 能和最好 何友谊态度我觉得就是这样 说火车已经到战了 算了否则的话不跟你谈 朱立伦比较急啊 朱立伦希望能够和啊 朱立伦说还没有过战 还没有过战 你现在看他们 我没有跟他们讨论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在旁边观察 你问我希望能够和 我当然希望能够和嘛 但是问题是 如果各有各的坚持 那就很难和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更新闻网APP 的事计则 起码